新加坡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玫瑰大师林清风 在这里跟大家问好 海外的第一次献给我们新加坡了 感谢我们温迪经理 让我来到这个那么美丽又那么繁荣的国家 昨天温迪经理带我到金沙酒店那边去逛一下 太漂亮了 可不可以移民新加坡呢 可以 以前我不敢想 可能移民新加坡要很多钱 现在没问题 现在我干爹会给我 各位知道我干爹是谁吗 对 所以我的名字有改 有改了 我以前叫林清风 现在叫朴林清风 各位想不想把名字的前面加一个朴 想 来到新加坡非常高兴 因为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家人 是不是这样子 全世界的爱多美是不是都是家人 是 因为 爱多美让我改变了我的一生 改变我的一生 各位我请问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为什么来到这里 为了成功对不对 给自己掌声一下好不好 因为 加入爱多美你注定就要成功了 但是 我要请问大家 爱多美成功简不简单 简单的请举手 没几位 不简单的请举手 好 请给这几位举手的人的勇气 掌声一下来 因为很多人是不敢举手的 对 那其实在爱多美 四年多的时间 让我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那简不简单 等一下我希望用我的故事 来告诉大家 爱多美简不简单 好不好 今天是来分享的 不是来讲课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放轻松 好不好 因为爱多美是轻松的 快乐的 从这一辈子 我的一生是非常的奔破 从小历尽畅畅畅畅畅 来到这个城市 我发现 跟我出生的地方怎么样 差距太大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出生的地方 没有看到 来 这个跟新加坡有没有差很远 这是我出生的地方 所以我一出生的时候 我就后悔了 我就大哭了 各位你们出生是笑还是哭 我一出生就哭 而且哭得很大声 而且哭不停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 我是从天上跳下来的时候 跳错地方 那从小 我就看到我的父母亲 让我们的亲友看不起 看不起他们 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怎么样 我要出人头地 我要出人头地 但是 如果靠劳力赚钱 可不可以出人头地 可不可以 很难 靠劳力赚钱 像我们台湾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 因为你们这边的收入 好像比台湾高很多 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上班 要买一辈子 30年 要买一栋房子 容易不容易 你们的收入比较高 房子也贵 所以上班 你要30年 要买一栋房子 可能你就要过着 不是人过的生活 是不是这样子 像我弟弟也是一样 我弟弟买了一栋房子 负债台币1000万 他这一辈子从此怎么样 他每天就活在痛苦的深渊 因为他的收入都要付房贷 所以我非常清楚 我这一辈子没有上班过 因为我很清楚 上班是没办法出人头地的 所以呢 只有什么 创业才有机会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一辈子 我就一直想 我要做生意 我要创业 我要赚大钱 才可以衣锦还乡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创业 容易不容易 创业不容易 因为 在穷爸爸富爸爸里面 这两个爸爸 我只有一个爸爸 叫做穷爸爸 他没有办法给我什么 资金的资源 创业要不要资金 要 没钱怎么办 借 你说的 借钱要不要利息 要不要还 要 可恶 借钱如果不用还多好 是不是 所以我是借钱做生意 因为银行又不借我 银行利息比较低 银行不借我 我只有跟民间借 然后利息较不够 就倒闭了 一辈子倒闭三次 倒闭三次 我怎么还在这里 不是 当然是等爱多美 但是我这辈子 我非常的相信 我从来不放弃自己 因为我每次回家照镜子 我照镜子每次看 我都觉得我这种长相应该是有钱人的长相 我 我有一天 有一天我一定会成为有钱人的 各位你们有没有回去照过镜子 多照几次 你就会发现 里面这个人 一定会成为有钱人 所以我从来不放弃自己 好 我从来不放弃自己 那 在三十五岁的时候 我接触到直销 接触到直销 因为生意失败 你要怎么样 要东山再起 要不要资金 我告诉你 当你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 有没有人失败过三次的 有 当你失败过三次之后 你出去看到 所有亲朋好友的脸 你会看到 他们看到你好像看到鬼一样 有没有 吓死了 你最好不要来 因为我们去 嘴巴还没有张开 他就以为我们要借钱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接触到传销 我认为直销是一个机会 因为直销可以怎么样 以小博大 直销可以无中生有 但是 各位 有做过直销的你们 不勇敢敢举手 有 那么少 新加坡是拒绝直销进来吗 之前 所以 当我接触到直销之后 虽然我认为 他可以让我怎么样 让我以小博大 但是我发现 外面的直销设计都是怎么样 杀人 放火 对不对 抢钱 对不对 加入要不要钱 要越多越好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很苦的时候 还要挤那一堆钱来加入 你看多么悲哀 是不是 加入之后 要不要跟朋友挤钱 有朋友挤到没朋友 所以 一直不断 一直不断的重来 虽然在直销我有赚到钱 因为我的小孩都是直销养大的 但是 有没有存到钱 没有 还是没有钱 为什么 因为好不容易上聘了 然后就结束了 有没有 因为过去的直销就是砍树的理论 一直砍 树砍完了就怎么样 不是没了 是土石流 下大雨就有没有 下大雨就淹没 因为你看到朋友 朋友一定会骂你的 所以这样子一直不断重来 不一直不断重来 但是后来 后来我发现 其实直销不是这样子 我从杀人放火之后 就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立地成佛 所以当我发现 直销不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开始在找 我开始在找一个有良心的公司 它可以帮助我 在直销里面实现梦想 所以我就怎么样 还没 故事还没有走到那里 然后 当我十几 大概十几年前 我遇到一个我的上限 它启蒙了我 对直销的概念 因为我以前第一次做直销 我是台币一百万的一次 进去 有没有赚到钱 有 赚到了钱 那个 李生恩博士讲的叫 不义之财 所以我是用不义之财 把小孩养大的 对 那在十几年前 我的上限告诉我 其实直销 是一个 很好 可以让普通人 翻身自负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要怎么样 你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你做直销 你要有很多人 你可以发展很多 发展很大的组织 但是这些组织 要能够心甘情愿 每天都会回购 如果你能够发展很大的组织 假设你的组织有一万人 他们都会自动的消费 产生五块钱台币的利润给你 那你一个月不用工作 就有五万块台币的利润 五万块台币大概新币多少 三千块是吧 差不多啦 如果每个月不用工作 有自动收入 三千块这样好不好 好 但是过去我们做直销 有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所以过去我们做直销 不是常常讲 努力一阵子享受一辈子吗 有没有 但是有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 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外面的传直销 他们都是恶习文化 他们只在 注意在什么 短暂 短暂的快钱 有没有 亲朋好友抢完了就没了 就结束了 然后换别家之后再来抢 一次 对不对 一次一次的 去压榨亲朋好友 你会不会有朋友做到没朋友 会不会 会 所以我虽然直销 帮我把小孩子养大 但是后来我也良心发现 放下屠刀 我开始在找一家公司 可以帮助我去建立这个什么叫做自动赚钱系统 这个系统里面有人 他们自动会消费 然后你的钱会不会自动进来 会 有没有这种公司 我再寻找这个平台 然后呢 2008年到大陆去了 到中国 有没有找到 有找到我就不会回来了 对 所以我在2013年的回到台湾去休假的时候 遇到我的介绍人 我的介绍人告诉我爱多美 我不理他 为什么 因为我的介绍人就是那样子 这一家坐完换那一家 一直坐来坐去的 所以他找我的时候 我想说他可能来 他找我的也不是什么好公司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 因为他一直不断的来烦我 然后为了不要让他再来烦我 我就怎么样 加入了 为什么 反正不用钱 是不是 要钱就考虑一下 不用钱的呢 顺水人情 是不是 交个朋友也没关系 像刚才我们有一个领袖分享 给朋友机会 就是给自己机会嘛 所以我就加入了 加入之后我就回大陆去了 大概快一年 我都没有经营 所以我是很早加入的 但是在2014年台湾要开幕之前 2013年年底我才开始经营 我加入的会员被纳是130几万 但是我开始经营的时候 已经是200万号 对 当我在四年前 四年多前看懂了 了解爱多美的核心价值 爱多美就是我寻寻觅觅 找了十几年 可以帮助我实现梦想的一个平台 爱多美就是一个工具 就是一个平台 过去 我生意会失败 是什么原因 各位知道吗 因为我都是借钱做生意 借钱创业 要利息要还对不对 所以利润不够就会倒闭 就会倒闭 当我看懂爱多美之后 我发现这一次我不会倒闭 为什么 因为我不用钱 是不是这样子 今天不用钱 然后怎么样 然后可以做生意 可以创业 所以我从怎么样 加入爱多美 就是送我一个全球性的大卖场 我当初会怎么样 会抱怨 因为我失败是没有资金 所以我在会抱怨 我假设我有一个有钱的老爸 他帮我出资金 我来做生意 你说我会不会倒 我不会倒 依我的努力 我绝对不会倒 我绝对有自信把生意做起来 所以当我真正了解爱多美的本质 之后 我发现 我的老爸出现了 他送我一个全球性的大卖场 让我来经营 对不对 各位 你们加入会员了吗 你们是不是获得一个大卖场的经营权 是哦 我看到你们好像没有很高兴啊 要不要很高兴 要不要感谢我们的干爹 掌声感谢他一下 要不要投资 不用投资 不用上班 不用销售 还可以怎么样 赚全世界的钱 这样好不好 只赚不赔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说 不会倒闭 各位 今天爱多美的大卖场交在你手上 各位你们会成功吗 只有五个人 其他都不会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这一次我不会失败了 我不会失败了 因为我自信三年内 我可以发展五万个客户 这五万个客户 一个月他们的家里 刷牙洗脸洗澡洗衣服 保养品保健食品 卫生纸都在爱多美买 让我创造五块钱台币的利润 我不用工作 每个月有25万台币 大概新加坡币 一万一千块 这样子是不是高收入 但是重点是 我不用工作 我不用工作 一样有这笔收入 这样赚钱轻不轻松 想不想要 记住我在看你们 真的想吗 想 掌声 因为你们一定可以做到 我已经做到了 各位我已经做到了 所以这个 这是我这一辈子选择 爱多美买 是我这一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我以前啊 我以前就是怎么样 每次都压错宝 我到casino压大他就赔小 买股票 买股票他就跌啊 卖股票他就涨 这一次有没有压对保 错 这一次我不是压对保 这一次我是非常确信 只赚不赔 一定赢的 所以各位你们会不会赢 一定赢 所以我选择怎么样 回台湾 因为爱多美2014年要台湾开幕了 我选择回去 我把大陆放弃了 交给我们的习近平主席 回到大陆经营爱多美 回台湾 因为我已经变大陆人了 对 好 明年我一定会怎么样 回大陆 各位要不要回去 跟我一起回去好不好 不行跟我啦 因为你们的推荐人会害怕 大家一起回去好不好 好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回到台湾 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在台湾 可以去翻身致富这样子 好 所以我是怎么做的比较重要 其实因为今天的时间好像不够用 因为我的故事太长 对 那我缩短一点 那我是怎么做的 第一个 爱多美把卖场交在我们的手上 你要怎么经营 第一步 各位买回家自己用会不会 我刚才讲的 大家要轻松的成功 我们要不要做简单的事情 要做每一个人做得到的 你就会成功 所以我会成功的原因 不是我怎么样 不是我厉害 是什么 因为爱多美太简单了 爱多美你只要加入 你就注定会成功了 所以不要想太多 我发现很多人会做得很辛苦 是因为他想太多 爱多美是很简单 而且很传统的一个商业的模式 但是很多人想太多 直销做太多 他就会想很多 我要用什么话术 什么骗术 然后我要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炒作的方式 快速成功 有没有 赚快钱 只是短暂的小钱 各位要清楚 我们要富有 一定钱要领得多 还要怎么样 还要领得久 像我过去 我大概有经历过四五家直销都是高品 但是我也没有富有 为什么 我以前又领得多 但是怎么样 领不久 领不久 你如果要从头再来的时候 以前赚的钱又花光了 那这样一直再来一直再来还是穷 所以经营爱多美非常简单 你只要做你做得到的事情就好了 今天要成功 我摸头我这样有没有成功 如果我要摸天花板会不会成功 不会成功 因为我的腿太短 所以买回去 是不是自己做得到 我们只是从其他的卖场 把产品买回 换到爱多美的卖场而已 是不是 那我们为什么要买回家 因为我当初我知道 第一个 我如果不熟悉产品 我怎么跟朋友分享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买回家 第一个 我要证实爱多美的产品 是不是真的高品质低价位 第二个 这种产品我的朋友会不会喜欢 如果朋友喜欢才有商机 对不对 朋友不喜欢呢 我就不干了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东西卖不出去 东西没有人买 有没有钱赚 没有 因为我是经营者的想法 我也要怎么样 从消费者开始 好 所以己所不亦勿施一人 我今天如果用的不好 我就不要去分享 董事长讲的 如果你用的产品不好 去分享叫什么 骗子 你在骗人 是不是 所以家里要 家里的日用品 要不要换到爱多美 自己 先问清楚 我们自己是谁 各位 今天公司把卖场 送给我们 我们是什么身份 知道 都是老板 对不对 给老板掌声一下 我们既然是老板 我们家的刷牙 洗脸 洗澡 洗衣服的产品 要在哪里买 当然是自己店里买 自己店里买 买的是老板价钱 还是零售价 因为我们不用经过 什么 刘德华跟林志玲 他们代言嘛 但是品质好不好 确定好 买回来用用看 然后呢 要不要了解爱多美 是什么样的公司 我当初是因为 喜欢上爱多美的文化 因为我讨厌过去 直销那种恶习文化 你知道吗 当朋友看到我们那个眼光 有异样的时候 我就很不舒服 因为我这个人也很怎么样 也很爱面子的 你了解吗 朋友看到我们 好像看到鬼一样 是不是 实际上我们真的 长那么难看吗 对不对 所以我慢慢的 慢慢的就讨厌 讨厌传直销 那当我了解爱多美的文化 我发现 我非常适合来经营爱多美 为什么 因为我跟爱多美很像 我也是很善良的人 对不对 是不是 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爱多美 就是一个有良心的公司 对不对 良心企业 真爱灵魂 爱多美 是不是以真爱灵魂 为我们的企业目标 是 在座是 善良的人 谢谢成功学院 各位你们有没有参加 有 你们只要去那里 董事长讲的 你在家里看电视也是做 对不对 你四处晃晃 时间也是过 你就到这里来坐着就好了 对不对 成功学院是 让我们借力的地方 各位 你要成功还是要失败 环境很重要 今天我们大家来到这里 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都是正面能量 对不对 好 如果你不会电脑 也不会讲 也不会分享 制度也都不会 你要怎么跟你的朋友讲 怎么样让你的朋友了解爱多美 带到这里来 是不是更轻松 借力嘛 要会借力 借力死力不费力 所以我从台湾第一期开始 所有的 以日研讨会成功 我从来没有缺席过 所以我发现 我不用太会讲 你了解吗 我有个伙伴七十几岁 他电脑也不会 手机也不会 他换新的手机 我三天找不到他 因为打电话 都没人接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一直按 一直按 奇怪 电话怎么都接不起来 我说这个奇怪 这三天不见了 到底是怎么样了 你知道吗 他也不会讲制度 他也不会分享产品 他只会说你用用看 好用继续用 不好用可以退 然后我带你去听听看 有没有 我带你去听听看 他一日研讨会成功 每会必到 但是他每到必碎 他把人带来 把人带来就开始 就睡了 对 董事长讲的 没有关系 你眼睛闭上 没有关系 因为你耳朵闭不了 有没有 耳朵会被听 后来我发现 他这个叫做 睡眠学习法 他前几个月 上了玫瑰大师 所以你说玫瑰大师 很难吗 你就一直带人来 你到成功系统来 我告诉你 自己不用讲 自己拿 你们有没有用过 金油贴布 嘴巴贴起来 不用讲 你贴自己金油贴布 但是你贴着都在家里 睡觉 我告诉你 你是不会成功的 你贴着 然后把人带到系统来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成功 为什么 因为系统 成功系统 有没有 公司很贴心 出钱出力 有没有邀请 很多成功的人士 成功者 来讲给我们听 成功者讲的比较有效 还是我们讲比较有效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玫瑰大师 我的好朋友 我讲他还是不会听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太了解我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好 不讲 最聪明 会借力的人最聪明 借力死力不费力 对不对 我有很多伙伴 把伙伴带来 就跟我讲 这我们的玫瑰大师 他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听他讲 我被他赞免一句 你知道我要花多少精神 我一定要负责任 去怎么样 去帮他沟通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借力是不是很简单 借力要不要利息 借力要不要还 不用还 借越多赚越多 所以我说这一次我不会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爱多美只要借力而已 是不是 各位怎么样 借力好不好 要不要借 学会怎么借 好 到公司的系统来 各位要了解 爱多美的成功 不只他有好产品 还有好的制度之外 最重要的是 无法被模仿的 叫文化 文化 爱多美要怎么样 要走百年的历史 所以我们的文化非常重要 公司有文化 他才会可长可久 但是不是杀人放火的文化 是真爱灵魂的文化 所以我们的经营目标 是要让顾客成功 对不对 今天我们在座 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消费者 是不是 所以只要让消费者赢 公司就会赚钱 经营者就会轻松 因为我以前做生意 虽然失败好几次 但是我也很清楚 只要消费者赢 他就会回来 会心甘情愿的回购 所以我很清楚 我清楚之后 我知道要怎么做 推荐服务 公司出钱 出产品 我们要出什么 我们要出人来消费 透过人的消费才有什么 才有利润 是不是 你不是让下线拿钱出来 大家分 是不是 很多金钱游戏是不是 下线拿钱出来 大家分 分了又再分下线的下线 然后大家一直拿钱出来 对不对 结果上面的吃很多 下面的怎么样 亏很多 是不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消费者 来消费我们的 我们刚才书传子讲的 好产品 是不是 从刷牙洗脸洗澡洗衣服 是不是 所以当初 我发现 我今天我是一个卖场的老板 我要找什么样的人 有很多伙伴 他做得很辛苦 因为他说 双鬼子 我只要 左边一个大老鹰 右边一个大老鹰 我就成功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现在新加坡这里还有没有老鹰 你们还有没有看到老鹰 我们台湾已经没有老鹰了 因为台湾都已经在 老鹰都在深山里面退营 对 台湾找不到大老鹰 所以当我了解爱多美的文化之后 我发现 我发现爱多美是在做卖场 是在做全球性的流通业 所以我们需要公司出资金 把卖场交给我们 我们只要负责当 男的当刘德华 女的当林志明 我们只要好东西 跟好朋友分享 所以我们在做每一个人都是代言人 我们只要去找消费者 来我们的卖场消费而已 所以我在我的亲朋好友当中 名单列出来找到20个好朋友 这20个人都不是什么经营者 他们都只是有呼吸 有刷牙吸脸的人 因为我要的就是 有呼吸有刷牙吸脸的人 只是这20个 我比较容易去影响他而已 因为我们之间有交情 有交情 因为我希望爱多美 那么好的一个产品 可以给我最好的朋友 他们先来使用 因为我讲了他们就会相信 所以我怎么样 快马加鞭 马不停蹄的 赶快告诉他们 我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20个朋友都已经加入会员 都加入会员 好 那爱多美是真爱灵魂的企业 各位要很清楚 我们不是在做以往那种传统的传直销 我当初了解爱多美之后 我自己就抛弃了过去传直销 学到的那一些恶喜 我把业务性跟铜臭味都拿掉 我非常清楚 我现在是一个 父爸爸交给我一个 大卖场的经营权 我要在这里翻身 我必须要发展很多很多的客户 我必须要发展很多的客户 所以我怎么样 赶快找好朋友 告诉他们用用看 用用看 用用看 然后呢 跟他们持续的沟通 跟他们怎么样 培养感情 建立信赖感 而不是叫他们来做 我是叫他们来用而已 你会用 好用 又便宜 他自然会去分享 所以我没有叫他们来做 我叫他们你用用看 然后 他使用产品 之后 我会跟他们分享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为什么要用爱多美产品 用爱多美产品有什么好处 第二个 我为什么要经营爱多美 经营爱多美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我投资时间 是在培养忠实的客户 我是希望他们换个卖场 来买东西而已 而不是我拿产品去卖它 我很知道 我非常知道 我今天 如果透过我去卖产品赚来的钱 我一定赚不多 为什么 因为我24小时不睡觉 我也没办法卖很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从台湾来到新加坡 我如果要卖产品赚钱 我也赚不到钱 要有卖有赚 没卖没赚 但是我知道如果他们自己会买 我今天来新加坡他们会不会买 他们会不会打电话问我说 我现在要买东西可以买吗 会不会 不会嘛 所以每一个点数都来自于怎么样 他们自动购买的不用透过我的手 所以我这样赚钱会不会很轻松 所以一开始我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是这样子 大量快速的去累积消费者 对 所以各位要记住 快乐才是成功的关键 所以我们每天乐才集中 帮助朋友省钱 好 忘掉PV 不要一天到晚在想 我今天30万碰30万可以领多少钱 你每天在想 你就会每天要挤朋友叫朋友买 每天朋友买他会翻脸 你每天挤他都翻脸 30万碰掉了还要不要再来30万 那又是痛苦的开始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把PV放掉 你只要真心诚意帮助朋友省钱 我告诉你 朋友 各位你们有没有用过我们产品 我们的产品好不好用 你会用多久 你会用一辈子 你就培养跟你一样的 他会用一辈子 他只要消费你有没有点数 需不需要我们一直在意点数 一直在意点数他才会买 不用嘛 所以你忘记点数 你在分享的时候你会更真诚 对不对 你会更让朋友感动 所以我在分享 无坚不摧的 因为我从来没叫他买 他为什么会买 我跟他说我的膝盖吃盖片吃得很 怎么样 本来是寸步难醒 现在剑步如飞了 对不对 我并没有 我并不知道他有这种毛病 后来我讲的时候 我发现 他为什么要买 因为他跟我一样的毛病 你知道吗 我在分享产品当中他就会对号入座了 对不对 你不要特刻意为了要去推销 然后怎么样 没有必要 就是生活中的分享而已 帮助朋友换品牌省钱 这个你必须要脱胎换股 各位 经营爱多美 业绩不重要 好 业绩不重要 很多人说 你有没有问题 业绩不重要 业绩当然很重要 但是业绩是用奖来的吗 不是 你只要你的朋友都认同你 他家里的日常奥米都换成爱多美 我告诉你 业绩叫自动进来的 你挡都挡不住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真心交朋友而已 让你的朋友认同你 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有持续不断的收入 所以我2014年1月就晋升什么 销售大师 2011年1年就晋升了钻石大师 来 生意失败 负债累累 债务还清 怎么样 恢复信用 我干爹就帮我还债了 是不是这样子 好 2015年11月 有没有 这是我的车 爱车 然后买了房子 终于 终于解除了 我这一辈子搬家搬了十几次 讲到搬家就害怕 然后怎么样 我付的房租 这辈子付房租超过1000万台币 现在终于不用付房租 但是负债比以前多 但是现在负债不用担心 为什么 干爹会帮我还吗 是不是这样子 各位赶快赶快去找房子 干爹会帮你们还 对 好 2017年7月就上了玫瑰大师 好 今年1月上了领袖俱乐部 这个是我以前照镜子看到的样子 现在已经出现了 所以各位要怎么样 对自己有信心 是不是这样子 不要放弃 不管你现在多苦你都不要放弃 因为你们遇到了爱多美 遇到了救世主 我们的干爹会来解救我们 对 我女儿从不认同到现在 今年她也上了销售大师 对 所以很多伙伴会问我 老师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另外一半 去认同我 我说你成功她就认同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的家人 她以前都不认同 所以我在经营爱多美 他们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他们呢 一个一个 包括我的家族 我的兄弟姐妹的小孩都加入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爱多美是很轻松 而且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每天都快乐过生活 每天都在交朋友 朋友就在游山玩水间增加 朋友越多 你的客户会不会越多 所以财富就在谈笑风筝中累积了 是不是 各位喜不喜欢这种生活 喜欢 喜欢 你看我今天来 来新加坡 我告诉各位 我都不用担心 我要到哪里去赚钱 我来这里也没有讲私费啊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今天一样有 一万多块台币的收入 是不是这样子 谁给我的 干爹给我的嘛 是不是这样子 四年的改变 给大家看一下 五年前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鬼见丑吧 现在的我 有没有年轻十岁 有哦 各位想不想要 告诉你们秘诀 爱多梅三宝 第一宝 内宫 黑魔印 黑魔印有没有吃 黑魔印可以让 我们的气色怎么样 变好体力怎么样 变强壮 男的强壮 女的腐媚 对不对 还可以回春 对不对 这边不能讲 知道就好 然后第二宝是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们有没有看过 人家那个油漆 有没有 油漆要不要 那个打底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就是用这样子打底 我们的保养品 我告诉你 十岁一只 二十两只 三十三只 四十四只 五十岁五只 怎样子 挖下去有没有 抹上去 我告诉你 我五只还不够抹 因为我不止五十岁 对不对 我用两只手 抹上去 我一瓶安瓶 用不到 大概一个月用两瓶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你尽管用 因为不用钱 每个礼拜二 我的干爹都把钱还给我 是不是 用越多赚越多 想不想年轻 想 爱多美 还有第三宝 忘记了 第三宝是最有效的 林丹妙药 每天早上起床就知道 每天就眉开眼笑 心情都很好 是什么 奖金嘛 对不对 你只要好东西 跟好朋友分享 你就会创造出 持续不断的收入 每天都会心情很好 对不对 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是唱歌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 细胞会不会活化 细胞活化 细胞会再生嘛 对不对 器官会不会再生 所以会毁存 爱多美三宝要不要用 好好的用 好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 然后创造一份自动性的收入 前所未有的安定感 以前我的小孩 以前我的小孩都不 他们的成长过程是我在 颠簸的时候 没有安静感 我讲的话他们都叫屁货 你知道吗 从来不相信 现在我讲的话像圣子一样 这个也是拜我们干爹所示 对这样子 所以我知道爱多美的成就大侠 不是在比业绩 各位 要很清楚 你今天比业绩 你做业绩 你做一次要做一次 第二次要不要再做 有做有业绩 没做没业绩 好 30万碰掉了 又还要再挤30万 30万碰掉了 挤30万 我只要怎么样 持续不断的大量去累积消费者 累积忠实客户 消费者越多 我的业绩会不会越大 而且那些业绩都不是透过我的手 都是消费者心甘情愿 刷牙洗脸洗澡洗糊 怎么样 他们自动购买的 这样子赚钱才会轻松 挡都挡不住 而且会持续不断的 一直怎么样 变大 为什么 因为累积客户 你会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一直累积 不是 所有的收入行为 都不是我透过我们自己的 你挡都挡不住 所以你到哪里 钱就跟你到哪里 累积客户 就累积什么 财富 好 那产品决定你的存在 今天爱多美如果没有这种高品质低价位的产品 也没有我们存在的价值 好 但是呢 没有人来消费也没用 对不对 所以要记住 人品决定你的存 你的人脉 很多人一直开始认识新的朋友 但是这些新朋友 你跟他讲他们都不会加入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认同你 所以你要取得朋友的认同 你才有真正的人脉 叫可用的人脉 所以人品非常重要 我们的成功学院就是在怎么样 李盛焉博士在透过成功学院在教导我们 怎么样做人嘛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所以你要累积自己的资本 累积自己的资本 你才能有影响力 去影响你的亲朋好友 然后到怎么样 把你的组织扩大到全世界去 所以修身是最重要的 中心说明会 一日研讨会 成功学院 各位要记住 来就对了 把人带进来就对了 你每次都来参加 我告诉你 你参加三年 你绝对是玫瑰大师以上 各位想不想当玫瑰大师 想 每一次 每会必到 每到必税都没有关系 对 所以当你的系统架构起来之后就怎么样 连睡觉也在赚钱 做梦都会笑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以前的我 小时候的我 睡觉都会笑 各位你们现在 每天晚上是被噩梦惊醒还是笑醒 笑醒的人都已经有系统了 好 来这也是我另外一个干爹说的 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 当你睡觉的时候还能赚钱的方法 你这样怎么样 工作到老去 各位你们愿意一直工作到老吗 有的人甚至工作到死啊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想工作到老 你就要怎么样 爱多美的平台 可以帮助我们去架构一个 连睡觉都在赚钱的系统 何乐而不为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一套爱多美 终于脱离贫穷 迈向富有 不止有钱而已 懂事长讲的 均衡的人生 是不是这样子 除了有钱之外 要不要有健康 要不要自己有能力 让我们所爱的人 过更好的生活之外 还要能够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 在爱多美 每一个人都可以怎么样 成就自己 又成就别人 在爱多美创造的 还可以怎么样 传子 传孙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 好好运用爱多美这个平台 去创造属于我们的 自动赚钱系统 可以让我们的 后代子孙 无后顾之忧 不用我们哪一天 盟主重招之后 每个晚上还要回来脱梦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需不需要帮助 他如果需要你帮助 你回得来吗 回不来 把爱多美 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尊王 把爱多美尊王的位置 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好不好 要不要努力 有没有信心 有 好在这里祝大家 美梦成真 谢谢大家